今天亦是說說在東岸生活的另外一件事 說是在納斯科斯或是在哈利福克發生 但是這些事,我的估計只是靠估計,我都會錯 會經常在其他的城市發生 那是甚麼事呢? 在哈利福克這裏,在納斯科斯前一個禮拜 就開始醞釀罷工 那是甚麼人罷工呢? 就是在學校那些support workers 那不是說教師 不是說所謂的教理那班 直接教理那班小朋友那些人 那些就結束了 那是甚麼呢? 就是那些的助理人員在做甚麼呢? 那因為這裏的教育就是 古香就是多元化 以及inclusive是融合性 那跟我們以前小時候長大在香港的環境是很不同 那時候在我小時候 或者是很多網友來講 如果是有智障的 或者是身體 比如是失明這些 他們有其他的學校 我很記得我小時候 就有一間的學校 叫做深光盲人院 那時候我讀那間中學 那時候我讀那間中學 就開始就收這個 雖然是所謂的正常的中學 那時候就收這個深光盲人院的同學 是一起在那裏上班 一起上課 一起在那裏讀書 那他們就用Bear 那我們就用其他書 那他們就有個Machine 那他們就不是說用不寫字 那就是用Machine 或者是讀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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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間中學都算是progressive 在這樣的環境 因為那時候是很少的 有智障 或者有其他身體 跟你是不同的 分開學校的 現在在這裏 在加拿大就inclusive 無論是身體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智障 ADHD 或者其他很多 都是一起在課室 一間學校一起上課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世界是這樣 你不可以說 喂 我不見這班人 這班人是跟我們沒有關係的 所謂的這班人 說出來都辱馬 那不是的 他們都是同學 是我們的同學 是我們的朋友 所以有很多需要有另外special education的人 除了要他上學的時候 是有另外一組的support workers 就是輔助的人員 是幫他一起在課室那裡的 那這一班的support workers 就罷工 那為什麼呢? 我前幾個影片都說過 現在一來通貨膨脹 很多人是不行的 以來這一群的support workers 工作人員 他們的人工是很低的 這裡的教師人工已經不是高的了 同香港比這裡的教師人工真的很低的 這裡的support workers的人工就更低 真是minimum wage是多幾元的 即是很低的 不是什麼living wage來的 即是不可以靠他為生 那所以呢 尤其是現在通貨膨脹就更加不行了 那所以他們就罷工 那一罷工就 其他的學生 即是不用support workers幫忙 他們繼續上學 但是呢 即是要support workers那些 就叫他們 真的你們上不了學 真的沒有人幫到你們 那很不行的 因為那些的家長 這樣就當然會吵 那我亦都是 除了幾個我的facebook fans之外 大部分在這裡我認識的人 都是on the side of the support workers 因為他們的人工是真的很低的 那所以呢 就 在這個strike來講 我就不知道會多久了 那希望快快快快快快 那在這裡也可以 是看見另外一件事 在這裡如果你跟香港的人工比呢 這裡的人工是低的 如果是support workers的 就更加低 那你香港都說 香港最低工資和更低 是啊 香港的最低工資呢 是真是離譜的低 那你說 如果你說 不行的 那些老闆要請你們起才行的 那但是呢 你也都要想一想 香港來講的 噴夫怨恕呢 是比這裡呢 是大很多 那所以呢 在香港的環境 那時候 會怎樣呢 不知道了 那但是呢 香港很多呢 就是喂 我給不點 那我自己給錢啦 那這一個呢 就真的是 就是 就是 香港人所謂的 好資本主義的看法 那這一個呢 亦都是 這裡有部分人是這樣看的 那 喂 就是你不 你認為人工低 你就找個低份工咯 那這樣呢 那這件事呢 就是有陣事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呢 就是 是真是很不尊重 那些人的工作 因為那些人 Support workers 的工作 對於 在這個社會來講 是十分的有貢獻的 因為 唉 話就這樣說 你 是不是真的 這麼有耐性 和這一班 譬如在身體上面 就是動不了 或者是有智障 或者這些 你肯不 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你有沒有這樣的耐性 做他們那份工呢 那我就不會做了 那 所以呢 我要 賺多點錢 那 如果你不肯做 你說是厭倦式的 不肯做的話 那你就應該要掃一下 荷包 無論是大眾荷包 稅也好 什麼都好 那真是要看出一下這一班人 那 因為呢 他們所服侍的群組 可以說是真是弱勢群組來的 我們不可以說是就這樣 扔下了 說 你不喜歡 你不就 找個弟份工吧 那 有些人是很喜歡他那份工的 不是 因為 他們那份工呢 是很有價值的 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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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你出席 我記得 我可以